而且一般這個玄關裡頭 其實我們最注重的就是 它有一些要放鞋子的地方 是 我沒有看到一個凸出來 就是放鞋子的空間 那要擺哪裡呢 其實這裡的後面這個櫃子 整個都是放鞋子的地方 真的嗎 這一整排都是嗎 對 我們在做玄關的時候 因為鞋子很多 我們在這邊的利用是利用 這個櫃子的下半部跟上半部 所以這邊都可以打開的 好幾層在裡頭耶 四層 這應該可以收納的上百雙 用鞋吧 女生很愛的 對 我們這個鞋櫃的表面 是貼比較灰色面的木皮 質感很好 對 我們利用這個木皮 它的指紋的紋路 我們整個是L型整個做過去 到這個櫃子的側邊 但是我往下一看 我發現這個地方好特別喔 這個材質它是灰燼加噴砂的繩子 所以它原本是面鏡子 對 然後再噴砂 處理就會變成這樣子一個效果 對 因為如果我們單在用 噴砂的效果 它不太會有這麼 特殊的質感 但是用灰燼加噴砂 整個雙重的處理之後 它有特殊的這樣的一種 稍微帶 略略帶粗糙質感的這種 灰色的感覺 有一點那種 極簡風的味道在裡頭 是 建設你剛剛提到 這是一個L型的 對 就是這樣整個順著過去 對 這整個木皮的材質 整個順著過去L型 這邊是一個儲藏的空間 儲藏的空間 哪裡有 對 這邊有個暗門 你可以看這裡 可以開耶 對 這是一個暗門的設計 其實後面我們利用這個空間 來做儲藏室的設計 而且裡面空間好大 裡面我們也做一些小抽屜 甚至我們可以放一些籃子 甚至是吊桿 都可以吊掛一些外套 而且上面它有做通風的 對 後面上面我們有一個抽風機 我們讓儲藏室 它整個裡面的空隙 也不要悶在裡面 另外建制我發現就是這個房子裡頭 其實還是有很多像是留白的地方 有沒有像這個後面一大塊 這個是要做什麼 其實這個地方是我們預備放鋼琴的位置 鋼琴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規劃新房子的時候 不確定會不會買鋼琴 對 如果說能夠這邊預留一個位置 我們萬一想要買鋼琴的時候 這邊可以擺放 暫時沒有鋼琴怎麼辦呢 我們這邊就貼壁紙 然後透過打燈的設計 也就是說我們上半部還是做收納 下半部我們就是貼個壁紙 未來這邊可以弄一個室內的盆栽 或者是一個簡單的家具的擺放 就可以有效地營造空間角落的一個規劃 就是算是一個靈活運用的空間 而且我發現上面 哇 不得了了 這一整排都是櫃子耶 就是裡面滿滿的都是收納空間耶 你還真是收納王啊 謝謝 到處都是收納空間 其實這個櫃子我們做得很特別 就是說我們這個櫃子 其實是用白色烤漆的設計 但是我們在櫃面的中間 我們有崩了一點布面 崩了一點布面 可以讓整個居家的環境 稍微的比較暖和一點 溫馨對不對 對 你不會覺得整個樹面都是白色的 其實為什麼會做這整排的櫃子呢 因為其實它上方有一個梁 對 我發現了 你這樣一提我就發現了 因為屋主可能會希望說 不要坐在這個梁下 因為我們沙發的 他不想坐在梁下 他怕會有壓迫感 所以我們就整排做了一個收納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展示櫃 因為其實屋主喜歡擺一些小東西 那我們在沙發的後面 這個中間的空間 我們透過打燈的方式 而且這個每一個城板 中間都有玻璃 等於是燈光從上面 它可以從這個坡裡透到下面來 而且我發現沙發後面也不得了 還是有收納 就是整排下面都是可以開的嘛 對不對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沙發下面 我們也不要浪費 我們可以做一些推拉門的設計 所以也許比較少用的東西 我們就利用在沙發後面的下方 來做一個設計 建制我聽說這個40多坪的房子 空間規劃格局 其實一開始這個客廳是超大的 是不是有做什麼樣的變動 因為原來這個客廳它的一個發展 是比較橫向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們在這個橫向發展的側邊 也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它有一個儲藏式的空間 跟玄關鞋櫃的空間 我們把它劃給玄關利用 我們把這個 比較橫向發展的一個客廳 變成直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從沙發到電視這個距離 其實還滿遠的 對啊 滿遠的 另外就是說這個客廳 除了沙發背後有樑 我們做收納的設計之外 在它正前方這邊除了電視之外 我們旁邊都是做穿透式的設計 難怪我覺得就是採光特別好 就是整個房子 你會覺得非常的明亮 尤其是整個窗戶打開的時候 我們在電視櫃的設計 我們是用定製家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白色它是屬於 比較鋼琴桃漆的一個感覺 其實這個櫃子 我們用木工座也做得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用定製家具 就可以在價格上面 可以挑得比較實惠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漆面的處理 我們也可以請工廠做得特別的特殊 像這個鋼烤如果是現場來做 可能它的費用就會比較高一點